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成功 都幸福 因为历史不幸地记载着 有人的成功 代价是善事良知 有人的幸福 代价是损害他人 来到开奖了的现场 他又会怎样与敢于挑战的青年们过招 我心里觉得他们都很幼稚 您说的一些话 我觉得也不一定成功是对的 原谅一个被95后冲昏头脑的女孩吧 这是诋毁我的科学 实际上这个职位应该是一个正局级 有没有对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诱惑 你真要追求 你要追求不朽 这不是站着说话不咬土的 别人怎么会知道我没有经历过苦难的苦难 总能给人惊喜的他 这一次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内容 我们跟动物最大的差点 是我们具有人的特性的大脑 今晚听饶意开讲 各位好 欢迎收看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 开讲了 我是主持人萨贝宁 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开讲嘉宾 其实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学者 而且研究的是相当尖端的科学 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 总是觉得研究他这门学问的人 都是戴着眼镜 是吧 羞于表达 言辞目的 但是这位还真不是 掌声有请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饶意先生 有请饶教授 小老师您好 你好 没有想到你个子居然这么高 我们以前都以为你个子比较矮 搞错了 一上台就攻击主持人的 没有关系 我还是你的学生啊 老师 身高的问题这是生命科学的问题 我也搞不懂啊 您觉得身高这个事到底先天遗传和后天个人努力到底占大概多大比例 我什么办法都试过 个人努力是没有意义的 先天遗传 是没有意义的 和后天的环境 先天大概有几百个基因参与身高体重的行程 然后后天当然需要有足够的营养 从小反正也没饿着 那就是基因知道什么 我其实早就不在乎身高了 我相信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不能对话了 这个对话倒是结束 我不能再跟你说一下 我长的是比您高 可是长得难看 反正这个后面都会删掉也没关系 我这段一定要留着 留着 对 这段一定要留着 凡是对我形象不利的都留着 那我后面当心一点 您不觉得刚才那段对谁的形象打击最大呢 怎么叫对您形象不利的都留着 我要留着的都是 这样 我是说不过您 但是我们的记者在今天您来演讲之前 去学校暗访了一圈 这个不怪我啊 我们在上称科院之前就已经在报道中听过杨老师的大名 我们学院几乎所有人都是他的大粉丝 杨老师对自己外星自我感觉良好 我们也觉得是这样 总是那种毛衣然后配个衬衫一背 脸人嘟嘟的 这城市我们的时间是最高的 我不知道上面有多高 我有见过他 他总是开一些美国同行的玩笑 就说哈佛跟斯大佛那些笨蛋 他每天都很开心地来闲事 然后就缺了口哨 大概我们在这个位置 他可能在楼梯那儿 你就知道早一来了 他的可能性就是 你不能这样剪 你不能这样做 起早班公交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紧忙 然后年轻人像我们现实的人 他们也可能紧不上去 但老师都紧不上去 他们就说在公交站上看着 然后老师冲 然后就这个紧上去了 然后都就开走了 我们在那儿干看着 我们都挤不上去 他在奇葩里面也算比较另一个人 开大会的时候 他坐在最会派 也是往前排同学身上打水 约这个难落水了 都到处找 实际上是他干的 然后看到别人很惊慌 就很疑问的样子 是很开心的闷的 就是他想看看 人在被记录情况下 会有什么反应 有时候会言说起来 就会觉得 哇 这是什么情况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总会说 你的工作做成这样子 我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发 他发的文章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天到晚都不来 到最后你说你毕不了意 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 大家注意 来 来 来 把画面定到刚才那一身上 我突然发现 生命科学学院的同学 激素都很旺盛 那一脸的小包 你看 这一个 刚才还有一个穿白大褂的 就长得跟鲁智深一样 那个 也是一脸的小痘痘 所以您看 姚老师在同学们心目当中 往小孩身上洒水 美其名曰是要看看人在激怒下的反应 你洒的是开水吧 两水 这是在玩游戏的过程中 没有开会的时候 我越来越不懂了 他们肯定不会朝我这边看 他们想肯定不是我 您真是颠覆了我们心目当中 就是院长 学者 就是有的时候很严谨 甚至很 这个你心目当中的科学家的形象 是一个错误的 真正的科学家都是我这个样子的 姚老师您饶了我吧 就跟您对话 真是太 太兴奋了 来 这样 我们把时间还是留给姚老师 姚老师作为北大生命科学学院的前院长 在网上一篇那么著名的演讲之后 我们来看看 今天我们给您不止四分钟 您高兴的话 您可以讲四十分钟 我们这个节目您也看过 没看过 我不是特别看电视 您现在是在看我激怒后的反应吗 我告诉您我很正常 姚老师 这个节目 嘉宾演讲完之后 主持人还会回到台上来和您一起互动 但是我可以告诉您 今天后面没有人再回来了 我现在我就走了 这个舞台彻底交给您 您爱讲到什么时候 讲到什么时候 掌声欢迎饶益教授开讲 我今天想谈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 我在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 首先我就是要做人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 由我们自己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这是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 这个进化过程是从无生物到有生物 无核到有核 单细胞到多细胞 多细胞到整个个体 当然有简单一些的个体 有复杂的个体 有植物 微生物 动物 我们最感兴趣的动物里面 也就是从低等的 小小的虫子 到更高等的 一直到 有脊椎内 哺乳内 灵长内 最后走到了我们智人 而在智人里面 还有从原到人的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并不是一步走过来的 所谓的北京原人 不是我们任何在座人的祖先 我们现在智人 主要是来自于东非 他们从东非迁徙到欧洲 从印度赤大陆 南下 到东南亚 从中国的南部 迁向中国的北部 而在这里面 逐渐就要变成我们各地的人 最后变成我们自己 演化到最高的形式 我自己的时候 我就觉得 能够有我 这样一个人 在世界上 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那么既然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不仅有整个生物的进化 而且包括你家族的传承 那你就会应该很珍惜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要跟其他的生物 包括高等的动物 要有所差别 我们不能否认 我们是动物 所以我们 也有个体生存 种系繁衍的需求 我们也得需要 食物 住房 求偶 但是 我们不能 这几样事情 做得跟动物一模一样吧 所谓 你们这一代才流行 我们那一代没听过的 高富帅 白富美 在我耳朵里面 听得特别难听 我认为这六个字 把人 完全当成动物 在肉质上 做交易 我觉得是 很悲惨的一个事情 我们跟动物 最大的差别 是我们具有人的特性 是我们具有人的特性的大脑 我们的大脑 让我们有高级的认知 我们的大脑 让我们有文明的社会 我们的大脑 为我们带来 今天日新月异的世界 所以只要 你用大脑 做一些 值得进化 为你 带来的高级认知 这样用大脑的生活 才是 做人的生活 所以做人 用脑 这是我认为的基本点 下面两点 可能各有选择 我觉得特别重要 有些人肯定不觉得特别重要 我们可以探讨 只要不是萨贝林 我觉得 我都允许这个探讨的公平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 第一个角度 是从生物的角度 做人 第二个角度 是从个体的角度 做有趣的人 做有趣的人 包括 对于我来说 做有趣的科学家 我觉得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科学 是对真理的追求 是对自然的好奇 所以如果没有大脑 自己觉得自己要有趣 科学可能不会诞生 在和平时代 你愿意做哪个行业都可以 你甚至学律师也可以 做主持人也可以 也没有什么可耻的 做科学也是不需要谁现身的 你愿做 你喜欢 就做 不愿意做 做别的事情 科学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科学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我在北大做的研究里面 我们曾经做过 一个基因变化以后 就影响睡眠 这是 果蝇的脑袋 你可以看见 一个荧光蛋白 是由我们有特定的基因表达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基因 在哪个地方 在哪个区域起作用 其中有些基因 我们发现 如果改变它以后 可以让果蝇不睡觉 还有一些基因 我们改变以后 让果蝇睡觉睡得特别多 还有一些基因 我们改变以后 它白天睡觉 晚上玩 我们还做过 老鼠的研究 我们把老鼠的 一些基因变掉以后 这个老鼠 跟谁睡觉 就出现问题 这个当然不是睡眠问题 这是性偏好的问题 我实验室最近 还做猴子的研究 这是一个小猴子 这个小猴子 和其他小猴子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不是在外面 是在里面 我们变掉了 它一个基因 变掉基因以后 就发现 它对母亲的爱 就要减少 有人说我们这是奇葩 专门虐待动物 在基因水平上 虐待动物 其实不是 我们通过改变基因以后 知道哪些基因 使得其他的猴子 会爱他的妈 所以我们是通过异常 来了解正常 这些实验 好玩得很 这些动物的外观 和细胞基因表达 都是很漂亮的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 我们做这些研究 居然有人给我们钱 不仅给我们吃饭 还给我们研究经费 我觉得这样做科学 实在是一种幸福 无论作为一个职业 做科学研究 要做有趣的 我自己在学校 一直是讲课 我讲本科生的课 我也讲研究生的课 我也是希望 让我们的同学 觉得科学里面 有一些非常好玩 非常优雅 非常激动人心的工作 除了做研究工作 教学以外 我自己也喜欢读书 有时候忍不住 跟别人分享 这像小学生 出黑板报一样 我们最近几个大人 也想出黑板报 然后找不到黑板 就干脆出了微信公号 我们的目的就是 把自己对智力 对知识的欣赏和享受 与更多的人分享 我们还是觉得 好玩是一个很大的目标 所以除了做好玩的科学 教好玩的课程 到读好玩的书 和出好玩的微信公号 我觉得 我很喜欢做一个 有趣的人 从社会角度 当然得考虑 要做有意义的人 做有意义的事情 对于我这一代的人来说 是一个问题 对于你们来说 可能还是更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是 和平时代的中国人 我在九年前回北大 我坚决拒绝任何人 给我戴上爱国的帽子 我认为爱国 只能用来描述 1940年代 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 在美国进行过 博士后工作 回到战争中的重庆 工作的张昌少教授 他是药理学家 他在战争期间 在可以留在国外生活 和工作的情况下 决定回到祖国 这叫爱国 有他这样的科学家 从西方引进 我国所缺乏的科学传统 和当时的现代科学 才有1960年代后期 到1970年代初期 图义游和其他科学家 在中国做的研究 他们做的研究 从中药氢薄 或者化学单体抗疫药氢薄 他们的研究结果 造福于中国 造福于人类 所以他们当然 是有意义的工作 他们的人生 是有意义的人生 我这一代 特别是像我自己这样的人 不仅对爱国 完全没有资格标榜 而且我很担心 自己的生活和事业 意义不大 甚至没有意义 所以我经常想提醒自己 希望我的研究 有些时候 不仅是看哪个老鼠 跟哪个老鼠交配 而且甚至对于我们 其他的学术 或者应用 也许有时候有意义 这种意义 可能是我们发现的 一个新的基因 一个细胞 如何控制睡眠 如何控制各种社交活动 也可以希望 偶尔说不定 我们发现一个药物 可以让人的时差 可以倒过来 我说这句话 还不是笑话 我们实验室 最近有一个研究生 他用细胞做的实验 人体的细胞 放在培养的时候 他丢一个药上去 哗啦 那个细胞 就改了九个小时的时差 我现在热切地等着他 是不是在动物身上 在人体有作用 除了在细胞上 有作用以外 像这样的 有可能对人类有用处的 偶尔我也悄悄地做一做 会希望自己有一部分工作 能够有意义 可以是科研工作有意义 也可以是教学 万一自己做的有限 我的教学做得很投入 希望有一批学生 他们以后做的工作 做得很好 这样的话 组成一个有机的 我自己认为 是做人 做有趣的人 和做有意义的人 谢谢大家 但是把掌声送给小李教授 谢谢大家 请坐 你也担心你不回来 回来 回来 怎么会不回来 这不是什么可耻的事 您刚才演讲的过程当中 我算是知道为什么采访您的学生 您的学生都说您平时是个特别风趣幽默人 但您突然一下严肃起来以后 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刚才就是这样 一开始我们多happy 对不对 突然我说把饶老师一个人留在台上 请您开讲 您上来就是 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当时所有的同学我看 底下所有的现场的观众都 吓懵了 这画风转变得太快了 然后您这很多东西真挺吓人 把细胞的时差改变 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您多放点药 就返老还童了 我们就 你可以把时差往回调 往回调 往回调 调 我又幼稚了 没关系 你学文科的这个东西 时差不是年龄 中博回去 中的配件可不还那还童 好的科学家就是非常深入浅出 一个比喻你就明白了 所以叫你做主持人的理解力这么好 我都快疯了 一会儿说不怪你 你是学文科的 一会儿又说你做主持人的理解力那么好 一会儿又说做主持人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 好了 我问一些观众用小纸条问您的问题 每天上班挤公交车 要挤四五趟才能挤得上 您能告诉我你挤公交车的秘诀 他们那个刚刚录像是一个异想的 我是用公交车 人家是亲眼看见您蹭一下就上 我一般是错过高峰期 因为我是老师 我用不到准时 那个同学也 我也有缺点的偶尔 那万一您是早晨第一节课呢 我从来不爱早晨第一节课 早晨不上第一节课 所以这位同学 什么时候你当上老板了 你就可以不用那么早上班了 还有一个问题 您觉得在大学生活中逐渐感到迷茫时 我们应该怎样树立新的志向 他最重要的一句话是 我现在被宿舍里的人都快带着懒伞了 这是谁问的 我告诉你这问题都是真实的 谁问呢 站起来 这位同宿舍同学看一眼 如果你们现在正在看电视 你们的宿舍说 他被你们带着懒伞了 你们宿舍几个人 四个人 请爆出另外三个名字 那个把你带着懒伞的三个名字 不好说 不好说 没关系 你反正已经站起来了 请问那三个同学都怎么生活 就感觉他们 我知道你们都是清华大学的是吧 你说的 你说的 你这上面写的清华大学 都没写 你写的嘛 我看你写的嘛 太黑暗了 你说说你现在的状态 让老师给你举举招 比如说吧 我现在是大一的新生 我现在学的专业是金龙 然后刚来学校的时候 之前特别的远的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室友们天天到上课的时间 按差点起床 然后我属于那种 起床起得比较早 然后每天起来叫他们说 上课了 快点起床 他们说 等会 等会 就这样子 然后每次 你们这些都那么萌啊 我就被 他们当成另类了吧 我想这有几层的回答 第一层回答 学院的同学 你喜欢干什么 是你自己的 内在的驱动力 这是很重要的 你的内在驱动力 是长期 让你能 做什么人的 关键 金融里面 确实有少部分 非常值得的 有意义的工作 对社会有意义 也不可耻 少部分 我得说清楚 这是重点 因为我这个人 对金融特别反感 我认为 不管是美国 还是中国的金融 大部分人 就在骗大家的钱 左口袋 往右口袋 转移的时候 偷了一点东西出去 所以我希望 你要代表 新一代的学金融的人 要为社会 不为你们自己造福 单纯为自己积累 金钱 而没有社会意义的 我认为 那叫养猪事业 把自己当这头猪养着 这位同学 千万别最后怪罪 其他的同学说 都是你们给我带坏了 也许最后人家三个人 都特别优秀 整个宿舍 可能就你无所事事 到那一天 你怎么说呢 对不对 我得跟你说个故事 我非常不喜欢 用自己做故事 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比别人要小一点 所以我再做一点 这个萨贝林 这个也做的动作 别人就觉得 我是不是很不严肃 很吊郎当 或者说 我像萨贝林一样 不够成熟 大学期间 您能别再提我了吗 可以 那提谁呢 其实他们都搞错了 我在这后面 我做了很多事情 我心里觉得 他们都很幼稚 老是叫你上什么课 你就上什么课 第一课都准时去 这一课我都不准时去 我都在其他地方 好了 谢谢 请坐 来 六个青年代表 谁第一个提问 来 你 你应该是95后吧 是的 你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吗 不知道 你是不是还戴着牙套呢 对 我牙套马上就要扎了 那个 其实我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中的艺人 但是我今天不是来代表光华和您唱声的 你敢吗 不是 不是敢不敢问题 是我觉得我没有资格 因为我现在不做金融了 好 祝贺你 我去年的时候是考了江苏省的理科状元 那个时候有很多记者来采访我 说我未来想做什么 然后我就说我很想做新闻 然后记者们就死命趁我不要做新闻 说这一行又苦又累赚钱又少 但很遗憾的是我现在还是走这条路 当我的同学们 是遗憾吗 我觉得不遗憾 很多人看来很 没什么可耻的 对很多人觉得我很遗憾 你现在有固定的单位吗 我有在一家杂志社实习 现在还是实习阶段 对 等于当年的理科状元现在做了记者 旁边很多人不理解 我的问题就是 其实我很不能理解 为什么很多人 他们想要决定我自己的道路 要怎么走 必须要这样走 我非常反感这件事情 包括其实饶饶老师 您今天站在这里 您说的一些话 我觉得也不一定程度是对的 对 总算说了点有用的东西 接着说 接着说 没了 没了 这是提问还是申诉 我对你说的问题 我有很深的感受 他的问题其实写在小费板上 我认为 中国现在的大部分人是有问题的 很多人都仇恨自己的职业 大部分人都仇恨自己的职业 少部分不仇恨 而且少部分不仇恨自己的职业的那些人 有一部分也是把很现实的一些事情作为自豪 我觉得这是很愚蠢的 我们已经讲过人是怎么进化出来的 如果只是高输入稳定的职业 可以有房子住 可以生孩子 那跟养猪在本质上有什么差别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作为一个人找到自己喜欢的 自己觉得有意义的 我觉得这比其他东西都好 我自己一生中 有很多东西是不按照当时别人说好的东西去做的 我自己已经知道我喜欢什么东西了 我不就做这个事情吗 然后很多别人做的事情 我也是不做的 我从来没买过股票 我已经五十多岁了 所以他们掉股票的时候我就在股涨 谁要去买的 你这个打击面太大了 这是作为一个个人 社会 我又不能指导别人 我只这样说 好 谢谢 请坐 陆神舟 我的天 你名字太大气了 神舟 谢谢 饶老师好 我叫陆神舟 我了解到您是2007年从美国回来的 那很巧的是 我是2007年从法国巴黎回来的 那么我回国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不担心在国外做一名普通的员工 我有野心或者说有想法想回到中国来一展自己的抱负 那么我想问一下那个姚老师 当您回到中国来的时候 您当时是任这个中国北京大学的生命科学院的院长 那实际上这个职位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它是有行政级别的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 这应该是一个正局级 也就是正厅级的级别 那么这种级别 对一个刚刚回到祖国来的海归来讲 对您来讲 有没有对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诱惑 对我一点都没有吸引力 第一这个职位 你夸大了它的重要性 它是一个触及的 第二我在没回中国来以前 我已经参与过实际上比这个行政级别高两级的事情 所以行政职位正好不是我要追求的 我希望要科研 我希望要教学 我希望要做改革工作 改革工作这一块需要有行政力度 这样背景你知道 你才会知道 我为什么做了五年以后我要不做 我因为我已经把学院的改革做好了 那么改革了别的以后就改革自己 院长职位也要改革 如果不包括院长职位改革是一个假的改革 所以我一定要下来才能完成这个改革 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人 我们讲叫光宗这个要族 他实际上就是通过仕途之路 考取公民 对吧 然后呢 来获得大家对我的认可 但是中国古代也有李白杜普 像我们做科学的人 你真要追求 你要追求不朽 所以有意义这一点 我刚刚不好意思讲 我其实觉得你要问我什么是有意义 我有意义是我退休的时候 他有很重要的贡献 而且都是好的贡献 我觉得我死了以后 还有人觉得或者我的科研 或者我的教学 或者我的改革 或者我的微信公号 有良好的影响 我觉得这我才值得 所以有一批中国人 很喜欢别人叫你的官贤 我很反感 原因是 如果你就是官贤 提高你的人格 你的尊重程度 那么就说明你本人 没有其他东西 我觉得一定是叫我名字 尊重我个人 我才是一个真正的 对我的尊重 我没有了院长就不尊重我 我觉得那都是尊重院长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 其中存在着个人的追求 和个人的向往的问题在里面 我其实想跟陈周说 有这样的特别家 也可能会有 为了职务 为了待遇 为了名和利益 去认真努力的科研工作者 我不管你为什么 但拜托 搞点东西出来 管你出于什么目的 你只要不危害社会 你只要不违法 不伤害周围人的利益 没关系 不去CPD 王倩文 饶老师您好 您知不知道 其实我看到您 很多实验室里的学生 因为我看到了我的同学 然后我们都会自称是科研狗 您反对我们这样自己的 动物性的称呼吗 科研狗 您先听听年轻人 你是搞科研的 对 我现在是数学系的一个博士研究生 数学系的博士研究生 对 那这是女博士中的女博士 学数学的博士生 女孩 为什么叫自己科研狗 您先听听他们的新生 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们每天在实验室里面 每天做着重复的工作 就是因为现在的社会里面 每一个人都是螺丝钉 每一个人都是小蚂蚁 太凄凉了 这一段 我们中华民族 没有养成一个习惯 说我们智力的追求 是一个非常享受 非常有趣的过程 能够有机会 不要去种田 不要去打工 也不要去CBT赚钞票 能够在想问题 科研的问题 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 然后跟别人说 你还得喂我饭吃 我继续想着 这个社会上很多职业 可能是你完成了别人的任务 你获得相应的报酬 但只有科学家 是用自己的头脑 创造人类的好奇 就可能别人没想到的好奇 然后引领着你 你支持着他往前走 你为什么叫自己单身科研狗 对 就是刚才您也提到 我是一个女博士 然后我相信您的实验室里 您的博士生和研究生 也一定有很大程度的女生 单身 以及找不到男朋友 很难找到男朋友 稍等 饶老师的实验室里 也有单身男博士 你们基布应该都知道 居里夫人 她在找男朋友这方面 是相当悲惨的 她三次恋爱 都是不同的原因失败了 所以她在这方面 是很不幸 但是她和她先生 得了190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他在191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人生有时候很难说 这两个东西不一定一个好 就一定要坏 但是这里面的决策 有一部分你先天的能力 有一部分你后天的努力 和后天的环境机遇 那你想走哪条路 你自己慢慢摸 谈不谈恋爱不是一个天大的事情 黄建文 恋爱不是什么大事 你的目标是诺贝尔奖 我没这样说过 那您的故事最终是要告诉他 自己选择 我之所以接着静文姐姐站起来 是因为我也是女博士 然后我也是单身 你学什么呢 我是学的是石油领域 化学工程与技术的分子模拟方向 一连串名词跑我嘴一跟头 因为我是来救场的 刚才主持人刁难饶老师说 那个姐姐的 我刁难饶老师 这是您刚才所有局势的判断吗 对 石油领老师没有姐姐 不是有公论你看 你这个博士啊 就是开来学啥了 没有想到你个子居然这么高 我们以前都以为你个子比较矮 搞错了 只要不是煞贝尼 我觉得我都允许这个探查的公平 做主持人也可以 所以也没有什么可耻 就是说那个静文姐姐的问题 然而是没有回答 其实我可以帮然而是回答 就是让静文姐姐到企业里就去就好了 因为我的我的切身体会 就是我自从从科研转到企业里之后 我发现我的那个交友圈 还有交友的年龄层 都真的大开眼界的感觉 然后 好 还是坏 虽然还是单身 可是现在追我的那个男生的年龄层 已经从那个70后变成了那个95后 95后 你是哪一年的 我是87年的 95后 有一帮小男生天天追在你后面 对 他们会每天就比如说你不开心的时候 他就送你一条鱼 就是那种 送你什么 鱼 送鱼 就是送金鱼 因为你在养活他的过程中 你会一直想着他 那一定是个学生命科学的 对 我给95后的男生 对 送鱼 这节目是要播出的 你要知道 他到时候知道你在说他 这样 那我问问题吧 然后我 不是 不是 我觉得你 你这样也不好 你说你突然站起来 两个人同为女博士 相间何太极 你一站起来那边 苦哈哈的说我是个单身科技狗 你一站起来说 追我的都是95后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其实我真正想问老老师的 还是一个职业选择的问题 像您刚才演讲中也提到 就是说我们 可能很多的科研是难以在时间中应用的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离开科研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其实我的方向还算热门 就是我不是走投无路才必须要转行 在科研里有我的饭吃 但是我看不到我的科研成果 能够使用给哪些人 改变哪些人的生活 可是我现在做的教育产品 就是我虽然只工作了几个月的时间 可是已经有数万的孩子 因为使用了我参与研发的教育产品 而改变了他们学习的方式 我觉得这真正是 您演讲中所提到的 有趣的人 有意义的人 我觉得我追求到了 我就想问一下 您对于我现在的这种选择 有什么看法或者建议 我不鄙视这种 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做这种 我觉得老是要满足别人 觉得挺烦的 我自己想好什么东西做 所以我以前不讲我做应用方面 我以前说 说你们做研究有什么用 别人问我 我说我实验室做研究的目的 是给我讲笑话提供材料 您太霸气了 我用刚才您的话 我用您的话问您 这节目是要播出的 您知道 我想起来 我曾经1983年到1985年 我在上海第一学 第一学院读研究生 我是不愿意做一 但是我读研究生 我还带着个校徽 我爹从江西来探望我 我们俩人同时在公共骑车上 天底下有这样的事情 有一个人在车上就倒下去了 人家都看我上海第一医学院 救人 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爹是医生 马上把人家救回来了 所以我觉得做应用性工作的人 有时候也能做好事 您都是理论当时 完全不知道怎么操作 但是您父亲 那个时候经验和职业的这种素养 立刻就展现出 谢谢任老师 你也是 以后走到街上 一看 这有石油 给我挖 对 实践中的科学是最真的科学 加油吧 我不同意这句话 你不要走就远 这是诋毁我的科学 他说什么 实践中的科学是最真正的科学 我们其他的科学都不是 我们大家是一家人 你原谅一个被95后冲昏头脑的女孩吧 来 最后一位 任老师您好 我是北大艺术学理论专业 艺术批评方向的学生 对 而且顺便提一句 我是本科也是从金融转艺术的 好 两个字 好 第三个你想读女博士吗 要考虑一下能不能找到男朋友 您会提到说 我们要遵从自己内心 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有趣的事情 但我们会提到 比如说您在本科毕业之后 去美国继续留学 留学之后又在那边顺利的任教 然后回来之后又是 怎么说呢 拿到一个非常好的 在我们看来很好的位置 你不要搞错了 在我们普通人看来 已经是不错的职位至少 所以我们会觉得 您没有经历过那些苦难啊 那有人就会说 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要疼吗 这是一样的道理啊 怎么回应呢 别人怎么会知道 我没有经历过苦难呢 不同人都会经历过不同的事情 他们就会觉得说 年轻人现在刚毕业 你得搞清楚 我之所以经常讲科学史 讲距离夫人 讲这个孟德尔 原因是我避免讲自己和自己熟悉的人 不是 就是因为他们说 你不了解你的苦难嘛 他们就是说 我们好像我有些苦难 为什么一定要苦难呢 做得这么舒服 不要苦难就不行嘛 你要找苦难 你故意制造苦难就行 这还是跟咱们过去的一些传统的语态和语境有关系 总觉得一个人站在这里 要给年轻人传递点什么的话 一定得先从苦难开始 只庸素培养庸素 然后里面再加点谎言在里面去 倒也不一定 但是这就变成了一种比较固定的语态 就是其实我们那个时候 你看多难呢 这样的话 可能年轻人会慢慢被您带入到那个语境 但是您从头到尾 用不到去做难的事情 做一个你喜欢的容易的事情 所以年轻人现在就是困惑 您从头到尾 没说过自己的难处 没有什么 他们就觉得 因为我不难 为什么大家一定要从苦难中走 对啊 才能真正站在一个光辉的顶点 对啊 也不要站在光辉的顶点 其实为什么人不能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干着一件自己喜欢的事 干出成就来 大家总觉得这个好怪哦 就是啊 你怎么能 给大家毕业了去做主播 人家也要做啊 也不可耻啊 就是啊 我觉得饶教授 今天其实就一直在告诉我们这些事 包括回答我们观众的问题 回答你们的问题 始终在告诉你们 你内心的决定 你内心的召唤 你内心的兴趣爱好 你想干什么 这个是改变不了的 就像那个一直学金融 学到最后一个理科状元 就是要当记者 你谁也拉不回来 我们共同向着有趣的生物 去进化吧 我觉得我们要用大脑做人 做一个有趣的 有意义的人 感谢饶意教授 给我们带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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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懂得汗水坚强和执着 渴望不是沉默的颜色 就让这一次聚心天高